国际能源署12日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 今年6月,美国一度超越沙特阿拉伯 成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 日均出口量超过300万桶 报告中说,得益于繁荣的页岩油生产 美国今年6月赶上并短暂超越沙特 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出口国 美国登上原油出口榜首 原因是主要竞争对手沙特当月大幅度减产 另一个对手俄罗斯则因为一条束油管道污染而减少了出口量